欢迎收看Star News World 24H频道 请订阅频道 不错过当日最炙手可热的明星新闻 今天的新闻频道包括以下栏目 乃厄传掀起收视热潮 为若来的角色转变成为焦点话题 当代中国有一句谚语 乘风破万里浪 这句话形象地描绘了一个人 面对巨大挑战时的决心与勇气 而在当下 为若来就如同一只又小的鳄鱼 虽然体型微小 但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和耐心 它定能成长为足以影响世界经济的巨鳄 追风者出波时 王一博所饰演的为若来 是一个被受人关注的角色 它的形象如同一朵含苞待放的小白花 看似天真无邪 却又隐藏着内心的坚韧与智慧 面对生活的种种困难 它从未退缩 始终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 随着剧情的发展 为若来从一个被人低估的小角色逐渐展露头角 展现出它真正的实力 它不再是那个懵懂无知的小白花 而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勇气的金融奇才 它的出色表现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成为剧中的亮点之一 在沈图男的带领下 为若来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金融专家 他的形象也随着剧情的发展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最初的局促不安到后来的自信从容 他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魅力 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王一博通过精湛的演技 王一将为若来这一角色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好评 他的表演不仅展现了角色的成长与蜕变 更是展现了自己作为演员的实力和魅力 为若来的人生之路刚刚起航 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需要不断学习和成长 但毫无疑问 他已经展现出了成为一名金融巨拨的前置和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必将在金融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传奇 从一个幼小的乃厄到成长 为金融巨厄 为若来的故事充满着魅力和感动 吸引着观众的目光 他的成长经历不仅是一个人的成长 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将激励着无数人不断奋斗 追求梦想 追风者中的魏若来一角 确实令人过目难忘 他的人物转变和成长让人们热议不已 作为观众 我深受魏若来这个角色的感染和启发 也对王一博出色的表演心怀敬意 魏若来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魔力 从最初的被低估和排挤 到后来的逐渐获得认可和信任 他的成长历程充满了酸甜苦辣 他勇敢地面对每一个挑战 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不断进步成长 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和积极向上的态度 让人敬佩不已 王一博作为演员 将魏若来这一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 他通过精湛的演技 将魏若来的内心世界展现的淋漓尽致 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 角色的喜怒哀乐 他的表演不仅展现了角色的成长和蜕变 更是展现了自己作为一名 优秀演员的实力和魅力 追风者中的魏若来一角确实令人过目难忘 他的人物转变和成长让人们热意不已 作为观众 我深受魏若来这个角色的感染和启发 也对王一博出色的表演心怀敬意 知识的力量 央行小职员为若来五分钟演讲彰显个人价值 在上海滩十里洋场繁华之后 隐藏着一场看不见的金融硝烟 在这混沌的时代风云中 有一位名叫魏若来的年轻人 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凭借其独特的金融材质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照亮了国民党中央银行的舞台 魏若来出身平凡 但心怀着对金融世界的无尽向往 他深知知识是改变命运的关键 于是日夜苦读、钻研金融学 从货币理论到市场分析 从风险控制到投资策略 无所不惊 他的书桌就像一个微型金融图书馆 每一页笔记、每一个标注 都见证着他对金融知识的痴迷与执着 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 某日 央行举办了一场重要的金融研讨会 魏若来有幸作为旁听者参加 当讨论陷入僵局 面对一个关乎国家经济安危的重大议题 众金融精英各执一词 互不相让 这时 魏若来挺身而出 他目光坚定 从容自若 开始了他的五分钟演讲 他以深入浅出的语言 精准地分析 将复杂的经济现象一一剖析 直指问题核心 他的论述既有理论深度 又具实践意义 仿佛为在座的金融巨头们 打开了一扇新的认知之窗 当他结束发言 全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随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魏若来仅凭借五分钟的精彩演讲 彻底征服了这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金融巨头们 他的名字从此在金融界传为佳话 这一事件之后 魏若来得到了央行高级顾问沈屠南的赏识 沈屠南 金融界的泰斗 被魏若来的才智与胆识所打动 决定亲自收他为图 倾囊相授 在沈屠南的指导下 魏若来如鱼得水 金融记忆更加纯熟 面对日本侵华带来的经济冲击 魏若来与师傅沈屠南并肩作战 巧妙运用金融工具 暗中转移黄金储备 支持民族工业 为抗战前线输送宝贵的经济支持 他们在金融战场上谋划 多次挫败敌方的经济阴谋 保卫了国家的金融安全 卫若来 这位从底层起步的央行职员 凭借他对金融学的刻苦钻研 以及仅用5分钟征服金融精英的惊人表现 再加上在金融战线上的英勇智谋 完美诠释了追风者的精神 他以自己的故事告诉世人 不论出身如何 只要有坚定的信念 卓越的才智和不懈的努力 任何人都能在时代的浪潮中乘风破浪 创造属于自己的金融传奇 金融领域一直是一个充满激烈竞争和复杂变化的舞台 其中既有巨头们的较量 也有许多默默无闻的人在默默耕耘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环境中 魏若来这样一位央行小职员的故事 无疑是一抹耀眼的光芒 魏若来 一个平凡背景的年轻人 却拥有着非凡的才华和对金融世界的深刻理解 他并非出生于富贵之家 也未能接受顶尖的教育 然而 他用自己的勤奋和毅力 以及对知识的渴望 一步步走向了金融领域的巅峰 他的故事如同一部励志传奇 是对于个人奋斗和知识改变命运的生动注解 他从不放弃学习 白天工作之余 夜晚埋头苦读 探索金融领域的奥秘 他熟读经典 精通理论 对于金融市场的波澜起伏了然于胸 他的书桌成了他的战场 每一本书籍都是他战胜困难的武器 每一页笔记都是他攀登成功的阶梯 然而真正让人瞩目的并非是他的知识储备 而是他在关键时刻展现出的勇气和智慧 在一次重要的金融研讨会上 当众多金融巨头争论不休 无法达成一致时 他毅然站了出来 他的言辞简洁而精准 深入浅出的剖析了问题的本质 为与会者打开了一扇新的认知之门 五分钟的演讲 就像一场敖战 最终却以他的胜利告终 他不仅赢得了掌声和尊敬 更赢得了金融界的认可和赞誉 感谢观看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新闻 请随时发表评论 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祝你生活永远快乐 平安